眼下 江苏新化万亩堕田上的油菜花 已经进入盛开期 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分治踏来 赏花经济也带火了乡村旅游消费 让当地的农家乐生意火爆 随着新化市万亩堕田 在3月26号正式开放赏花 游客可以现场榨取菜籽油 带走原汁原味的自然美食 这里农家乐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从中午11点半到下午2点 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来到这里 品尝农家的美食 游客们最喜欢多田小公鸡 芋头 豆干肉圆等水香特色菜肴 鸡炒得蛮不错的 对对对 鸡还有那个鱼 清蒸的鱼都蛮不错的 价格也还可以 非常的实惠 顾客迎门 让经营农家乐的村民们乐开了花 厨房的灶头上 煎炒烹炸根本停不下来 广东客人来的也多 北京那边过来也多 对 远方的客人来的更多了 据了解 这个农家乐 现在每天能接待约1000名游客 预计一个月的菜花祭礼 营业额将达到四五十万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